這不是法國人嗎 對,是我 星期六BBQ常見問題問你便對 問吧 地鐵怎樣去 坐地鐵,去美孚,下車 然後走大約十多分鐘 便會去九華徑自助燒烤場 那裡了 十多分鐘,有車坐嗎 你便乘巴士 乘巴士可以乘30號、32號H 42號、45號、46號、46號X 以及N241 乘巴士,我怕巴士騷擾 有別的車嗎 那便乘六頂名 六頂名乘90P 可以由美孚新村 去馬加烈醫院那輛車 便中途下車,不要去馬加烈醫院 說交通那麼方便 一定是任喝任吃的 豬扒、雞翼、牛扒、腸仔 全部燒飲食的,任燒任吃 飲食方面,包一罐可樂 一瓶蒸餾水 你這樣說,即是不夠飲食後 要自己付錢買 對,牆內有加士多 你們可以在牆內買啤酒、汽水 大約價目標就在圖上 新力啤酒、細瓶裝118元 半打,一瓶就25元 新力清啤酒,貴少少少 好…要剪離譜 這個價目標裡沒有麵包 現場沒有麵包吃嗎 麵包現場任吃,傻豬 那獎者有否便宜 是,獎者收費和小童一樣 這條家儀正在說 當晚會有個重要環節 其實是多少點 重要環節? 你們想知道重要環節會有甚麼說 到時你早點買票進來 早點到場,早點燒東西吃 就聽到族語言的重要宣佈 本節目的談話內容 可能涉及成人內容 未滿18歲或閣下當地法律許可知法定年齡者 請由家長陪同收聽 俗語又說,女人心海底針 我們三個女人繼續密密針 男人做事,我們女人當然不多事 只講姓氏情勢 逢星期二晚10點開始 小小閒多多唱 鎖定MyRadio 要怎樣? 歡迎大家收看我們 零個女人密密針 我是Khoi 我是K Hello 我是GaGa 有人聽眾會問 GaGa你的Ga字是怎樣讀的? 我也猜到今天有人問這個 其實GaGa這個字原於是一種古詩 兼家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依人在水一方 其實兼家這個字是一種芦苇 這個意思代表芦苇在河的旁邊 所以你會在這裡仰,在相當處 白露為霜,形容冒的景色 所謂依人在水一方 其實想找那個人在水的靈裡 其實當時會有個家字 因為我的現在是很像這種狀態 所以你就會把自己命名這個名字 我看到你自己也有個別名就是兼加 但不會很奇怪 你會不會想改了自己的名字呢 Business新聞證 加多個別名 加多個別名就不會因為很多文件要再做 也是 例如銀行 這是小名 希望下次見到我就會讀我的名字 我叫加加 這是什麼字啊 真的掌知識聽我們的節目 這個名字挺有詩意 下次有詩意我再跟你們分享一下 下次可能要說詩 我覺得今天好像我跟加加夾夾著K 你是不是入冬了 我已經入冬了 是不是包住了 我們這些老人家不可以冷靜 大家入冬記得多穿一件衣服 但作為男士女士 女士皮膚就乾燥 入冬就要保養 今天都會鬆掉事業線 我穿上衣服 你們這些又露薄 很明顯 我下次又帶頸巾上來 但是男士冬天沒什麼問題 你們男士皮膚都可能喜歡粗糙就由得他 不過如果有些男士需要直髮 那就不可以 這些是很忌諱的話題 這個不應該是季節性的問題 四季都沒有頭髮 身體需要上的問題 我最近一邊跑馬經的期間 我就想一下 中途可不可以直到頭髮 一邊跑馬經 又會留意馬經的新聞 因為馬貴 大家記得交月費 支持社馬節目 一邊都會留意世界各地的不同的新聞 今天我們也有一宗新聞 近來都很熱議 很多人都查月飯後有討論 其實我們上集也有討論 討論一點 同類型的新聞 其實這些新聞真的每天都會有 天愛每天多 每天都會發生 只不過這個女生 我不明白為什麼她會做到這一步 那是什麼事呢 說真的 香港有時都會看一些 對於我來說 我不會支持那些《生果日報》的報紙 我看這些都是看八卦的東西 什麼叫八卦 因為他們很喜歡把一件很少的事化大 然後又捧大 有時你不看Facebook 你唯有看這個生果APP 你就會知道 起碼世界上發生過 原來上層巴士有人在圍偶 這個公園有人在路看 起碼你都會知道這些東西 如果不是跟你的朋友說話都不能回答 所以我就看到 在上星期開始 現在已經中斷了 但我也有繼續追蹤這件事 在上星期那時候 我們看到有個女生 跟《生果日報》 都好像在合作合作一些東西 原來跟這個女生 去幫她找世紀戰男 然後女生就會否白 就會說出來 當時她是有了寶寶的 是吧 是 她說回來 就是那個題目就是 23歲 倫敦金 世紀戰男 趙元松 總之就沒有她負責任 原來就是把20歲的女生 我們先化名為Q小姐 把Q小姐搞大了肚子 他又不是明星 又不是藝人 他居然跟《生果日報》玩了一件事 就是我們帶了鏡頭 帶了一隊隊伍去 去了男生的家 然後再去報她 拍門 說要開門 你要負責任 然後拍照 那個男生期間沒有出現過 派了她的父親和什麼乾媽 下來跟這個20歲Q小姐談判 整件事就是Q小姐的否白就是 我跟她之間一起了幾個月 現在懷孕了 其實都是一半意外 一半是計劃的 她說因為我也喜歡小朋友 大家聽聽聽就發現 原來Q小姐 其實自己家裡已經有個兩歲的女兒 但是她結婚後 其實她是沒有住過差 沒有結過婚 她曾經之前那個前男朋友 其實就是跟她看著女兒出生 不過女兒歲幾年不知多少個月 已經是分開了 就是男女朋友關係沒有了 也都是很清楚一件事 就是沒有去給前陽費 就是這個女兒自己獨力 所謂我們的理解獨力 就是20歲的女兒都是家人 去幫她照顧 去照顧她的妻女 之後會有什麼follow up的事件 是關於這件事 我當然上Facebook去檢查這個女兒 起她的底下 看看她究竟是什麼水 原來在群組找得到 這個女兒 原來她不停在打這件事 原來她找了這個水果日報 不停在打 放上了 但是很有趣的是 那些群組的板主 不approve她的pose 即是說你打一大段東西出來 我不讓你pose上來 不知道為什麼 那你看看什麼板 如果你各的板說的東西 都不相關 事事吹隨區 對 看看這些為何差 我們是影響人 我覺得是太個別例子 可能是太個別了 這些東西我們牽涉有刑事 對 但這個女孩子 我們今集是想說 說得比較難聽 不要介意我這樣說到那麼直接 我會這樣想 可能兩位和我的意見不同 即是說 兒子不和你負責任 你不就離開 為什麼你要死前難打 去找記者 去搞大龍鳳 即是我會覺得 他已經說到不負責任 而且那個男家已經說 你要是下了他 不如這樣吧 你下了他 你不要生出來 費用我們給 這樣 但是呢 在治癒行間裡面 我會聽到 感覺上好像說 這個女孩 為什麼這一胎不下 就是因為跟這個男孩 其實曾經幾個月前 可能是下過一次 事情真假 就未知 我看到他那個畫面 影片上 下了一次又這麼快 因為年輕 哇 勤力做功課 這個事沒有關係 可以的頻率這麼勤力 勤力做功課 我會覺得 你二十歲 你不懂得保護自己 其實你已經錯了一次 其實這件事的焦點 有幾樣東西 為什麼引起這個輿論 第一 就是女事主年紀這麼輕 已經經歷了兩次未婚懷孕 這是第一個點 第二個點 第二個點 就是對方 就是那個男子 賤男的父母的回應 也都引起很多人的公憤 OK 第三 就是剛才所說的 就是某個 《生果報》採訪的手法 這是三件事 這幾件事 我覺得 都可以去探討一下 但是我們馬上想 凡是你這麼小 你已經 喂 你大哥你二十歲 你這個今天生出來 你帶著兩個 一個女士 你再回頭嫁 其實是不是很難 某程度上 在長輩的角度 你已經斷送過你一輩子的 阿K 你就用一個很適合的價值觀 去發揮這件事 但是我呢 就用一個很賤的角度 就是說其實 Q小姐你這一輩子就玩完了 如果你真的堅持這一胎也要生 但是她真的堅持要生 其實你的點和我的點都如出一次 因為很簡單 喂 你這個世上稍微好少少條件的男士 喂 我可以選擇的 我也選過未婚的 你帶著兩個 還有兩個是不同男的 要不選一個離婚 但是沒有小朋友嫩身 要不選一個 又是離婚男 但是她又有子女 然後有三四個在家裡 然後又出現年頭那件事 形成了一個很複雜的家庭 後母後父虐待小朋友 要不就是後父性親 就是很多顯身 很多複雜的社會問題 很多這些 我反而反過來 我盡量去好少少去思考 因為如果變得更糟糕的話 其實可以去到很糟糕 我反而是 如果Q小姐有聽 我也希望你可以關心一下自己 或者你 我也愛一個人是可以的 我不能有什麼原因 但是我覺得愛一個人之餘 你花了一點時間去愛一愛自己 因為你現在有一個兩歲的小朋友 其實說大不大 說大不小 所有小朋友的價值觀 其實建立就是這個年齡 然後 其實我看的報道 她都很努力 她都自己有做文職 或者她有做其他事 希望她能養到小朋友 有是想自力更新的 對 但是有時候 你知道香港的穩積真的很難 沒錯 可能很多時候要麻煩家人幫你照顧 其實當你覺得連自己一個都沒辦法給到最好的東西的時候 我想真的考慮一下第二個 因為我怕她會覺得內疚感越來越重 因為我覺得配不到小朋友 還有有時候我覺得一些事情不妨想多兩步 嘉嘉的想法會覺得這個女生為何會做到簡單的不好的事 搞到要這樣的過程 搞到這麼大件事 就去通知全部人 當然你也會提供你們的合照給記者 當然記者會跟你打回格仔的眼睛 但其實人都認得你的 每個人都已經是你的朋友 其實你做了一場大龍鳳 那一刻你可能就會覺得 她不負責任 我當然要用盡一切方法 要逼她出來 逼她交代 但其實你做到這樣 Turn out 其實是肉酸 肉酸也幫不到這件事 我自己會覺得如果她這樣做的話 如果用嘉嘉方法就是打算留住她 或者用一個方法留住她 因為我們剛才私底下也說 你說我不明白為什麼 因為兩位都說我不明白為什麼要生 我不明白為什麼要搞這麼多東西 我就突然覺得可能這個女生真的愛過 因為我們也有兩個人 我們曾經是很用心過 很喜歡的 所以才會有跟她 你覺得女主角真的很想跟男方組織一個家庭 真的有一個家 所以我就想我之前有一個兩歲的女兒 我現在重新再來 所以我願意重新再來 但只不過就是我癡心錯負了 或者她是 或者雙方的問題沒有解決 而導致今天的結局 或者她曾經是幻想過 這個男生會負責任 給她現在懷疑的小朋友 或者是可能給她一個完整家庭 她兩個女兒 我覺得一個點 愛這個點是沒有錯的 我一個人是沒有錯的 但問題就是你去到付出到哪一個點要停呢 當時那一刻我覺得有少少女主角是她的心智 你二十歲畢竟都是很年輕 有時有些東西中了頭下去 可能這一刻你不明白 或者這一刻你覺得是值得 但可能過了四五年幾年 當你的小朋友兩歲 或者兩歲我一路會長大 去到五六歲 你現在生出來這個又變了三四歲 其實是很吃力很吃力 到時你就會很後悔 你也真是好 真的要在這個角度想 你用正面的意思去想 非常理性化 你是理性化去說 不如我複述一下那個女生 不是說剛才那些網上的群組 都不讓她負責自己一大段 自己的人生故事出來 她不要緊要開了一個假的帳戶 她就說 不是一句不要就下了一個生命 何況當初所有手術錢 不是她跟她家人比 她的意思就是她之前就聲稱 自己是曾經為這個男生 已經墮過一次胎 所以這一胎是第二胎 所以想生下來 加上自己就是非常 Fall in love with the children 那些真的很喜歡小孩的 那些 那她就說 也不要說 什麼戴兔 事後院 你們 她說得要寶寶 還會戴兔和事後院叫我死 真是解釋道歉 我的女兒是有父母愛惜 那她就說她自己私底下的那個女兒 跟前一任男朋友已經分手的那個 她就說她的女兒 我的女兒有父母愛惜 不是單親家庭長大 這句已經是岸能夠 OK 這句已經是岸能夠 不是單親家庭長大 你女兒才只有兩歲 你這樣說 你是不是說你女兒今年腰折 否則如果不是的話 你兩歲之前有前男友陪你 那就是叫做 不是單親家庭生活成長 你不要說不是單親家庭長大 你女兒有牌吧 可能她的意思是說 假日她爸爸也會陪她 其實她的意思很簡單 沒有的 沒有聯絡的了 假日都 她的意思就是說 我第一胎的女兒時 我是有男朋友陪我進產房生寶寶 只不過我女兒不知多少個月 一歲了 我才跟她因為同居的問題而分開 其實她是這樣去 她的意思是當時生的時候不是單親 並不是單親 但是你那一刻離婚就已經是單親了 沒錯 那你不能說話 我女兒有父母愛惜 但是以我所知 以及看她們的訪問 就是她前一任已經跟這個女兒沒有任何聯絡 而且是一元都不給的 現在這個女兒都是Q小姐自己照顧的 她說加上我有能力 我有責任要養 為何要下 如果是的話 你為何要找生果報記者 我其實今集都想公開 因為有一個點 其實有一部份的讀者看過這麼多東西 搞這麼大的長大龍鳳 大家都覺得是否想在利益上 別人問你們 下一個小朋友是否說一句就可以 我會這樣說 我不會支持你去多不多 但是我會知道一件事就是 你生一個小朋友下來 不是真的你兩個 除非當然很多娛樂圈有些藝術家都是單親的 沒有問題 但他們有能力 世上很多人都是單親的 問題就是那個人 第一個心智是否足夠成熟 第二就是你是不是真的養育到她 現在在說這兩個點 現在這兩個點 Q小姐我們在客觀層面上覺得她是滿足不了 對不對 那她就不可以因為一句喜歡小朋友而生 我經常都說 你以後是很多東西要跟她交易 你不斷說你喜歡的東西和你是否可以撫養和養育 可以負擔到你這個東西 對 負擔 你的肩膀是不是真的能夠背負兩回事 她還要說現在是我逼她生 我強姦她不是 是這個男生強姦你 不如這樣說你去報警 刑事吧 對 她是強姦你 那你又要負責 我覺得有時候 她說現在那個男生不驗DNA 噢 那她不叫她樂得的話 其實我想都不會願意去驗DNA 對 根本上就不會理你 之後是出了很多不同的律師去給意見 就是說她可以在文事上可以訴訟到她 要她不知每個月安排多少費用 我會這樣想 有多少個女生會弄到自己這麼收家 不會的 我相信Q小姐之後的採取行動 應該都不會是律師吧 她說過會找這個法援 但我會覺得很多女生 我心裡也有些認識的人 她們都是單親的 但她們就是自己解決 自己搞定 你想走過來見女兒 你不要了 就是這樣 而不是她走去 你說那個女兒不是你 你說那個寶寶不是你 我懷著那個 那你就去驗DNA 你又不肯驗 但又說不是你的 我的肚子 那我覺得為什麼你要搞到這樣 這個男生現在是不負責任 當然這個男生 其實大家要知道只有23歲 還要曾經做過那些甚麼倫敦金 那些奇妮怪狀的人 所以我覺得不需要在這些人上 去對她有什麼期望 覺得她是好 基本上就已經不是好 她說自己信錯人 她說是她的錯 信錯人 但是 我覺得信錯人不重要 現在我們在說你對生育 你對自己有的責任 我都是帶回這件事 沒錯 你信錯人也好 你意外懷孕也好 這件事經常都是那句 你對自己是一個甚麼的交代 我們做人很簡單 我經常都說 做這麼多事 最難交代是誰 是自己 我經常都說 如果你做一件事 過得人 拜得神 就OK 我經常都是這樣說 但如果你做些事 你自己都面對不到自己 或者你這一刻 就覺得OK 若干年後悔 那沒什麼都說過 現在在一面倒的輿論 大家其實就覺得都很同情 我們不是說 沒有人同情過 你知道他們是怎樣說 你自己愚蠢而已 又不帶拖 你又被人中出 即是說這些 網上那些留意 我覺得是這樣的 事件發生了 其實不是一片的唾罵聲 只是想想 你用一個甚麼正面的態度 還有這件事 在整個社會來說 其實都很帶給一些父母 你教兒女 女生怎樣保護自己 我們整個節目都說了N這麼多次 女生怎樣保護自己 在這個話題上 是不是可以一句 我喜歡小朋友 我好愛那位男士 或者男士不負責任 對 男士不負責任 是不是因為要這樣 你斷送自己 我們只是想聽眾反思 這個問題 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有記者都會問他 你以後就帶著兩個嬰兒 那就兩個不同的父母 要記住 要跟著自己的姓 還好意思用別人的姓 別人都不認你 我覺得是未必 你叫他驗得了 你都不認 現在跟他都沒有聯絡 跟他都是不聯絡 那不聯絡都可以姓甚麼 我改命 如果有骨氣的話就跟自己的姓 如果用他的思路去想 已經完全不是你剛才所說的思路 已經是逆思肺 是不是 即是你生的那部 驗DNA 拍門 跟著那個23歲的那個姓 有甚麼做不出 我們好像是偵探 即是人家已經不理你 你還好意思當自己入了人家 你現在其實在Facebook說這些 其實正常 你想一下你下一步怎麼生活好過 哪有這麼空在Facebook說 我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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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這些都是小孩子不成熟的做法 或者可能想拿關注拿focus 或者拿welfare 這些個案 我想都會有社工跟進 即是以現在香港一個 這麼發達的社會 即是 他也有一些觀點 其實對我來說 有些學校阿K 說是逆思維 他也有一篇 反常 甚麼意思是逆思維 反常 所以我想大家了解一下 一些20歲 或者這麼年輕的女生 我們身邊也不會有這麼多20歲的朋友 我以前有些中學同學 很早熟 聽我說 他們中學已經開始拍拖 可能是15-16歲開始拍拖 真的一直拍 拍一拍一拍 拍到23-14歲 又真是結婚生寶寶 現在去到我們這些30多歐 他的兒子也十歲 真是一個很美滿的家庭 因為我已經用了很長的時間去了解 你先說完 你23-14歲說真的 你剛剛大學出來 其實說真的經濟也很有限 那時候這麼短時間 他們都去建立去建立 而且別人有一個很好的家庭 我們是一個同窗 去看就覺得原來也有成功例子 以前有很多長輩都說 你這麼年輕 能不能養到 只有20多歲 我經常覺得這個世界 不是多少歲的問題 而是你當時 你有沒有去計劃到你的將來 或者你當時有沒有 有時兒女的東西 養小朋友是很貴 但問題就是 你便宜便便宜 都是可以有一個很健全的 我想說是有成功的例子 就不是一面倒 你很年輕 17-18歲生一定不好 那不是這個意思 我們平常都看到很多媽媽 18歲單親 都是很成功的 甚至有些 參加U 再出來工作 有這些例子 現在Q小姐不是這樣 那我繼續說一下Q小姐 有一篇新的想法 她說 無論這個男人 給不給B的生活費 我都可以養到B 怎麼養 難道是靠你洗澡茶 為他那幾千我生出來 我是要他負回他要負的責任 那些人結婚就離婚 單親家庭就害了B 你們什麼思想 無論他給不給生活費 生B都是我的意願 沒有目的也沒有貪什麼 就算他肯做爸爸 我都不會給他跟B見面和生活 其實他以上說的這段 只是看表面是有骨氣的 不過跟他在《生果報》說的東西 完全是雙倍的 沒錯 不是同一個口供 如果說真的 你沒有《生果報》這件事 你說這些東西 我會給一個讚 但是你有了那些東西 然後你事後再說這番言論 其實就有一點點不合理 我覺得是不合理 也有些人 大家像我這樣看《食花生》 留言問他 你前男朋友有沒有給你生活費嗎 沒有 我跟前男朋友分手協定 不用他給 撫養權歸我 我自己養 其實很多網友都看不過眼 就是各方各命 對 這件事我自己覺得 就是女主角 真的要等他慢慢醒 有時你的腦還沒開到那裡 你不明白 或者別人去評擊你 你當然會覺得 我自己適合了 我自己適合了 對 我說要生的身份是我的 你們左右有什麼 我說我養到 就是 就算他說的事前言不對後語 就算他說的事有幾副話 就算他自己也知道 一生人的幸福就此斷送也好 這一刻他也覺得自己是對的 我們可以做的事就是沒有的 只能夠就是反面教材 我經常都說 如果剛好才聽到我們節目 你自己又剛好是未婚懷孕的 其實這些案例不是用來擊中你們的傷口 或者要害 而是更加激發正能量 這個世上很多不是正反的 既然有這些極端的個案 也會有極端好的案例 其實我有很多單親媽媽的朋友 因為我以前是做推廣員出身 很多人做推廣員的原因是晚上上班 早上可以先照顧孩子上學 上學後就約3、4時 可能自己睡覺了 3、4時就接孩子課學 其實也不是孩子 可能是小學或中學 可能帶他做完一陣功課 其實晚上自己上班 回到凌晨就回家 可能準備小朋友明天的早餐 周而復始 我常常覺得女性 為什麼有些人都說女性是超級女性 說真的 有些在職的婦女 我不管是單親或是有老公 很多人壓縮到自己沒有私人時間 儘量將家庭、事業、自己 三方面都各樣去兼顧得很好 我想說我們的社會有很多這些人 說真的 另一半的幸運就是很體諒 有些男士 可能真的都不看了 也不出奇 所以我想說 其實一個女性的能力 真的可以去到很好的 對 我常常都說 女性有一道好的是 雖然女性是水族 但有時候 我們那個韻性 堅韻 那個堅毅度 其實女性是很困難的 所以為什麼以前有個字 我都常常用 女漢子 什麼叫女漢子 就是不用男人 我們自己搞定了 但其實反過來 不是說我們那刻需要不需要男人 當然有肩膀 肩膀 當然有肩膀 還有很多這些很堅毅的女士 我想在麥克風裡說 和每一位聽眾說 其實可能你們身邊 你們的媽媽是這樣的 這個你們真的 要在心中 要很感恩和感激 而且真的要疼多些媽媽 我覺得現在這個社會 為什麼經常在這個節目上鬧 那些人三觀不正 就是講好義 做就很難 媽媽經常說媽媽 媽媽很煩 又奪命煩陰 其實你媽媽 做了superwoman幾十年 你們自己知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 Q小姐 我們今天的節目 講了這麼久 就是我們覺得她的心智 女女外外未足以成熟 可以做到一個superwoman 做到這個 肩負到這個使命 所以 如果她一天做不到的話 其實就會害了下一代 或者她的父母 會有很重的負擔 那這個不是一個好事 確實是一個好事 在我的理解 K永遠都是用一個 很理性的邏輯去分析一件事 但我很簡單 我也是二十多歲 我和嘉嘉也是二十多歲 我只會這樣想 你現在二十歲 你十八歲 你十七歲的時候 已經被人中出 搞大了一個 你生下來 以為你和她可以組織到家庭 然後一起同居 然後你的分售理由就是發現 大家住在一起的時候 原來是很難相處 OK 你不去融合 你不去努力 維繫這段感情 你兩個不為了女兒 那可能你說話姑面堂皇 你對著記者 你可以這樣說 其實可能暗瓦底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男人 就是不想負責任 但沒辦法 一開始就算了 誰知道你日日家吵屋斃 又麻煩 那些女兒又覺得麻煩 兒子可能沒什麼 兒子找我父母很喜歡 可能是這樣 好了 你就錯了一次 OK 不要緊 你自己負擔女兒 但當然不是你說的 真是自己 你也是有家人的照料 好了 這次第二次 有第二次 發生這件事 你還是要繼續生下來 我心想 為什麼你不好的地去養好你的女兒呢 你女兒才只有兩歲 你有去生個初生嬰兒 誰去照顧你的女兒 我是會這樣想 這個也不要緊 你跟記者說 以後我有兩個小朋友 我的人生就已經很美滿 不要玩了 你現在才二十歲 你是不是以後都不屌西 什麼為之是美滿 有些人可能是覺得我有小朋友 我已經是 我很有無愛的 不要玩了 你根本上就是想 你要小腸 你人生需要吃腸 你要補充你的炭水化合物 你怎麼可以突然說不要就不要 不可能 你期間 被你真的生完這隻東西出來 真是不好意思 我說得很操作 我覺得很想截住的句 你不要這麼傻 你生完出來 你見到落過一胎 你不爭在 你什麼還要想 一個女兒已經很難找到一個人去接收你 買大送小 你現在有一大兩世 你叫人去接收你 你以為衛康買一送一送二 沒有這支歌仔唱的 社會真是現實的 人生可能去到那個階段 大家要的東西不一樣 可能我現在是一個普遍的人 可能會比較渺望 但我覺得也有這個可能性 有這個可能性 不過人家是二十歲 我跟你說 大家放長雙眼 第三單 很快在一年入面兩年入面上 其實有出現 剛剛講出重點來 如果發生這個事件 他今天不是二十歲 他是三十歲 他要搶子 我覺得輿論會少很多 沒錯 你就是這樣 很簡單 你剛才說的一點 就是他照顧不到 這樣就變成他生出來的 就是他父母照顧 其實他父母也很慘 你知道嗎 我已經養大了女兒 我以為出生了 我已經自由了 誰知道要幫他治療算 真的很抱歉 我覺得他兩個小朋友很慘 我覺得他現在的情況 就是第一 如何面對自己 第二 如何面對他兩歲的女兒 以及他如何面對自己的父母 如何向別人解釋 不要先說別人 只是說他自己的女兒 OK 這三樣東西 你自己想得如何 我不說不認識的人 花生友 我不說那些 我剛才說的 就是你做人 為何要對自己的交代 就是你只想這三樣就可以了 你自己 你父母和你兩歲的女兒 這就是你生活的重心 之後出生的嬰兒 人家一定要生 都要面對他 所以他就把兒女兒 你的重心 你先想這些 如果你經常心想 我要跟男方報復 他不會的 那這些都是一個不健康的 不過你講到報復 我又覺得Q小姐 我不是說報復 就是拿回我彩 經常去登門找人 這種 Q小姐坐完月之後 真的說 10個月 沒有 7個月之後 坐院 坐一兩個月 是不是 Q小姐 一年之後 一定復出 再去認識其他的男生 即是20歲 你玩了多少條腸 一個人 一個女人 起碼你玩 看過下場 看到三十多歲 可以選定一條 我喜歡吃斯華樂 我喜歡吃德國的 你選適合這個餐廳 就去吃 但不是 他只吃過一兩間餐廳 怎麼夠的 你的心 你都會想 我相信他 之後很快就會 你想說 其實他心情不成熟 而給男人 也不是不成熟 因為他會繼續這樣 他找那個適合他 我們都替他開心 可能他的角度 就是想 我就是一直在樹林尋找 你那個是否找到適合為止 他不是應該不想可以尋找 他是要一生一生 把所有的時間 放在你兩個小朋友 是不應該再想其他男人 想想也不好 去額碰也不好 去泰國巴也不好 我覺得你先想 你心慈成熟 你安頓好所有的 我覺得你暫時 你學會怎樣去 自己負責任 不可以否斷這個可能性 但你真的要自己 既然你都說得出來 我的子女是最重要的 你先放第一位 你先救了 我不相信 也不是的 我相信一個女生有母性 他會覺得小朋友是 偏向重要的一方 子女第一位 自己父母 你人生的重點就說完了 就這樣排除下去 真的 不是還可以怎樣說 只有20歲 你知不知道 我們這個節目 剛才如果我們真是八婆吃花生 罵到12點都未罵得完 我們選擇的approach 就是罵要罵 但希望你正面一點 或者你有成長 或者有些聽眾聽著我們 他們身邊有些單親媽媽 多點正面的事情 多點鼓勵 不要經常這樣一沉八彩 在社會上我覺得 太多負面的聲音 已經太累了 已經太多了 我們自己可不可以嘗試 用不同的角度去想 但其實剛才Kloe 我覺得你那個想法 又不是錯的 聽到激動是正常的 我真的覺得軟式 覺得浪費了這個女生 又不差 又有條件又有優勢 那你又這麼年輕 還要你20歲 說真的 你可以進修學很多東西 然後你可以由公平變反彈 路很長 其實你現在還可以 我覺得 為什麼小朋友只有兩歲 那你很多人 因為人家準備生多一件 就是兩個 還要不同的爸爸 我跟你說 我真的很想為這個小朋友 看看哪一個男士 是真的單親 不是單親 這個男士是沒有結婚 然後都肯愛她 然後愛她的子女 那這個就是我最想看到的東西 其實這些男士 這個世上 我不敢說 我相信有 但我比率是極低 是極低 是有這些人 我也有 你找鬼佬 那也不一定 那也不一定 因為我有朋友 17歲的時候 當時也是有個男朋友 真的生了第一個 那時候就結婚 那就是因為 爸爸的積結問題 導致有些東西要分離很遠 然後就離婚 其實他也帶著三個 大女兒其實現在在BU讀傳理系 然後最小的兒子好像小五還是小六 那樣像中 現在他就三十多歪四十 但他也找到一個男生 三十多歪四十 那他也… 十四歲生子 很幸福 現在的女兒真的剛剛成年無奈 因為剛剛一年 他也找到一個香港男士 我覺得那條件不差 現在也很開心 那捱賣第二個女兒出身 其實基本上是半退休狀態 因為兩個女兒已經懂得找工作 那我也覺得 這些是他第二的幸福 第二的幸福 那我也相信 那我也會有 藍書會介意 現在我們也有很多人在聽 其實我想說 如果嘉嘉 你的朋友 你講那個年代 現在他都快三十歪四十 那那個年代不同 大哥 現在這個年代 那些小朋友更加不懂得 如何自力更新 或者如何自強不勝 其實現在小朋友 二十歲 真的一個小朋友 不懂 他… 我只能夠這樣說 我希望他找到一個好的歸宿 然後去接收他兩個小朋友 而不是 好像我某一些朋友 這樣很搞笑的 自己正正常常 跟那個男生搞大了肚子 就結婚 放了酒 延開幾十十席 但是呢 就不用一年就離婚 離婚之後 當然我也說 這個女生 他現在已經二十六、二十七歲了 現在 尋不住 你怎麼都會認識別人 好 比如他認識了另一個 其實他一直以來 就把那些什麼 Facebook 微信 都教了那些 哪些人看得什麼 那些人看得什麼 那些人看得什麼 總之他跟他女兒的事情 他就不會被這個男朋友看到 所以說 其實他們現在其實分手了 不過他們一起有一年半 兩年 男生都不知道 我朋友是有個女兒 這些都很多 很多 因為怕了你 因為競爭你會害怕 或者怕男生會介意 不過這樣也不是一個健康的做法 對 不是長遠 這個女生會不會這樣做 我真的不知道 我希望他這麼愛小朋友 這麼有母愛 就不會這樣去收藏自己的小朋友 或者有一天終於介紹 我兩個兒生女 我媽媽的親戚那邊 我覺得你不可以這樣 其實你這樣對你兒女的傷害性很大 小朋友也有影響 因為他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對 你覺得我媽媽也不認我 遊艇仔 那是怎樣 聽眾說遊艇仔 如果你問我的 我代入 假設我有一個十七歲女 我要什麼 其實說真的 我寧願坦白 你接受不到的就不會開始 對不對 我現在我的前一世 我兒女已經放了第一季 對嗎 現在我要再找我的第二季 但是我要瞞著我前半世在做的事 我覺得其實如果你真心和另一半發展 說這麼多大話也很辛苦 對嗎 很辛苦 而且我只能夠這樣說 這個女生 我們假設她沒有現在這個肚子 她就是帶著那兩歲的女兒 跟前男朋友分開了 她現在認識了這個男生 其實你有沒有去尊重過自己的女兒 首先你不尊重自己 我不是一定說小姐 可能這個世界這個香港上也有很多這些案例 就是說你自己已經有了兩歲的女兒 你是不是應該跌了心水 怎樣去想想小朋友 報哪間幼稚園 要不需要上playgroup 買什麼教材 而不是你浪費時間 所以跟兒子半同居 半同居 你有沒有帶女兒去 你這個點是對的 你去照顧兒子還是溫兒子 你這個點 但有些人就是 我就是帶著兒子 我又沒有工作能力 我當然要找一個更好的碼頭 有些人就是這樣 有些人就是這樣 那些人就是這樣 在這件案例上 你拍碼頭 或者你也知道有個女兒 不過那女兒也曾經說過 放到門 我家人其實也不想我跟他在一起 因為都說他有個女兒 OK 這些不說 你在給別人 你在接受你的所謂當時的男朋友 不帶兔 情況之下 然後只是說了一句 我都跟你想有小朋友 你有沒有想過這條子 只有23歲跟你有小朋友 這條子十年後玩到33歲 都未必想跟你有將來 或者他本人都未必想有將來 怎樣會 因為一個男生想說 我現在23歲 你現在20歲 OK 我想跟你有個小朋友 我也喜歡的 OK 不帶兔 OK 你就接受不帶兔 OK 當你真的不帶兔 你當是男生救生 你當他是開心緣 你是不是因為作為一個女生 你會有個思維 就是 其實我也有兩歲女 我需要多生一件出來 我想練習一下 展示一下如何初生嬰兒 尿光寶寶 我覺得他那時候的想法 會不會有些人想 所以組織一個家 對 就是用子女說著男人 很天真 天真是很傻 對 天真同傻 如果這個男生33歲 如果這件案例說 男事主是33歲 我就覺得 這個男生是混淆 正混淆 你33歲和25歲 輿論的聲音就沒那麼刺激 就沒那麼多 對 應該是曾經想組織國家庭 對 到你有了的時候 那個男生還沒負責 不是因為他突然之間思想 還沒清晰 但一個23歲的男生想跟你說 你給我中出 我想跟你有寶寶 有了嗎 生出來 那他們兩個都沒有用過腦 我真是很成熟 那我們怎麼可以用正常的sira 去判斷 這裡也呼籲一下女生 你要生可以 保護自己 如果你曾經幻想一個 和你很喜歡的人 有的時候 都可以 那你又是靠幻想 你這兩個字 幻想 就可以做下一集的主題 女人是很喜歡幻想的 但是 有時候我覺得 為自己負責任 都要為下一代負責任 你好愛一個人可以 但你也找一些時間去愛 抽花一部分去愛自己 我覺得 他可能不知道有什麼原因 但我覺得他沒有把自己 放在一個考慮的因素裡面 其實以前的老一輩的長輩都說 女生吃虧了 所以我覺得 四七過月就被人搞大兩次 可能他真的沒有這些想法 沒有一個 是不是叫虧虧 或者我喜歡你雙方 什麼都可以給你 對 很容易就付出 但是 這個節目 如果你有聽著 你剛好有女兒的話 你教女兒 怎樣教這個真是關鍵 有時候 為什麼有些人說 生女兒很害怕呢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就是很害怕 十幾歲 被人騙了 那你騙了就是騙了 騙完後 還要滾大了肚子 你想想 如果你的女兒是這樣 你自己為人父母 你有什麼感覺 我問一下 這個世界最有趣 我經常都說 大家吃花生 你就換位思考想一下 你別人的父母是怎樣 你吃花生吃得這麼過癮 對不對 這些事情一點都不難想 反過來想就行 所以我也覺得 做為女生 或者特別這件事的事主 就是兩件事 一就是爭氣 我相信你有那麼能力 或者一個正常女生 她的plence to be有骨氣 你想這樣 或者你曾經想過有骨氣 就是爭了一口氣 但是骨氣 我想說兩個字 不是說出來的 不是說 是行動 而且你遇到這個行動的過程 你會肩負很多的壓力 對 或者你會有很多的阻礙 這條路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走 但是你要爭氣 是一定爭得到你一口氣 另外就是 我想也覺得 為自己負責任 你決定的事 我真的沒有人阻止你 說真的 圖在你身上 沒錯 你要怎樣刪 你要刪 你要刪 其他事情 其實真的沒有人知道你 但是你要承擔這個責任 你負責任 你都必須為自己做任何事 都負責任 最後就真的呼籲 都愛一下自己 因為我這樣看這宗新聞 我也不知道 我自己一個女生 都會覺得很深奧 我是一半欣賞她 很有勇氣 你生出來 但是另一半就是 這樣是不健康的 這樣的家庭 你是不是覺得有些可悲 你的感覺 有憤怒變成唏噓 不是 因為我看到她 我可以溫柔一點說 因為我看到Q小姐的行為 她是不可以把所有時間 放在小朋友身上 你想想其實她真的會有第三劑 然後有第四劑 即是不斷輪迴 不是的 或者是她在同一方面想 如果她真的找到工作 她要養到這兩個小朋友 但是你要有腸仔還 家家 你沒有腸仔 你是不習慣 如果你真的抵受不住 這個很看她的事 這個很看她的事 看完事件的事件 看不到 有兩種情況 一就是 你剛才所說的四個字 總結是什麼 男女的屍辱 一就是有些人看這個 看得那麼錯 第二就是 她是不是真的還沒玩夠 二十歲學人說玩夠 四十歲還沒玩夠 不是不說玩不玩夠 是你不同的 街上的寄託 你寄託放在哪裡 其實不是的 如果我寄了小朋友 我要找工作做 去養這兩個小朋友 其實她都沒有時間陪小朋友 她可能要寄託在男性方面 其實她也不會有時間照顧這個小朋友 是 其實寄託在男性方面 就不是那麼健康 我也願意你寄託回這個小朋友 因為很容易寄託在其他 更加不濟的異性裡面 很浪費時間 我看過一本 我看過一個很厲害的人寫過一篇 其實她有一句說話就是 我這一輩子什麼都擁有過 但是我就是沒有擁有過幸福 你當她是很有錢的人 不是窮得只有錢 窮得只有錢 窮得只有錢 其實我想說 也挺可悲的 一個人情是很重要的 你可以不結婚 但你一定要身邊有一個人 我相信就算有些人是形單隻影 或是以前疏喜的 就是阿姐 我突然間 但還是要愛情 你們覺得對 情分了很多種 你說到單親媽媽 其實最近我看到一篇新聞 都很深說 有一個郭泰的兇少 前幾個月她在馬爾代夫 因為意外生故 有印象 她媽媽真的很堅強 現在仍然想追究回責任 當時自己的兒子 究竟因什麼事故而身故 是不是有什麼醫療的失望 其實我今天說到單親媽媽這個案件 其實我也有想起這個例子 當時我看了很多 有關於這位媽媽的訪問 其中有一個挺深說的 好像母親節 我忘記了 總之都說我兒子 我二十多歲 單親撫養她 她突然間離開了我 現在就只有我一個去面對 你剛剛說到 有時候人生情有分很多種 剛才我所說的這位媽媽 雖然她可能跟她兒子的怨 雖然已經是尾聲完盡了 但是我想說 確實人間人有情 在社會上很多人 不是同情你的遭遇 而是覺得這些不幸的事 發生在誰身上都不想 但其實很多讀者 很多人看到這些新聞 在精神上都會很支持她 很支持她 真的希望可以在YouTube上 給支持這位單親媽媽 我自己會在這件事上 我會這樣總結 如果這個事主Q小姐 她不是二十歲而是四十歲 我真的不批評她 當然 她本身你四十歲已經有能力 你不會下跌 因為到了四十歲 我相信你已經享受過人間 一切的甜酸苦辣 果然是離不開那個位置 離不開那個 都會有辦法勾到她的位置 什麼慾念都試過 什麼慾念都試過 七情六慾 七情六慾 人間甜酸苦辣 我真的快要在節目裡說佛計 為什麼我們會有人有七情六慾 其實七情六慾 有些人覺得是好 但其實也不是說 深刻有一面是不太好 下集等你講 下集說一下 我也很雜 潘朵拉的盒子 神秘學 喜歡說一下 其實最好的愛情 你可以做到奉勸給Q小姐 就是柏拉桃色性愛 很難 你直接有思想 對著那個人有念力 你不如綁住她 不要喜歡她 真的很難 但不要有肌膚的接觸 年輕人血氣方乾 我覺得很難 眼看手蜜動 心動 但不可以行動 這一集到這裡 拜拜 她說不下去了 我不想接觸她 心動而不可以行動 心動不可以行動 我真的接不到 我沒想定 我馬上說了 這集我們的題目是 世紀戰男召元松 小妹子就是一場空 不知道為什麼一場空 總之大家就不要自願鬆了 不就是一場空 男女也是 這麼多女士都保護自己 愛惜自己 愛惜身邊的朋友 特別是父母 父母最重要的 好 今天的節目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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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